上眼皮里面长了个疙瘩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周燕 喜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皮肤性病科 副主任医师 上眼肩出现小疙瘩的话 往往是一个皮下的结节 有些患者会觉得疼 那也有一些是没有明显的自觉症状 这种大多数情况我们是要考虑脉力肿 脉力肿实际上就是上眼肩的一个发炎 说白了也就是个细菌感染 那么这个细菌感染的治疗 我们主要还是要用一个消炎的眼药水 或者眼药膏 比如说像佛沙辛的眼药水 滴眼液这一类的 那么如果在偏内侧的部位 就靠近我们眼睛的内方这个位置 有一些无痛的这种小的包块 我们还是要怀疑可能是散的一种 那么这个它的治疗难度大一些 可以通过热敷的方法 有些小的它自己就消失了 但是有些消失不了 可能需要到医院来做手术 这个我的建议呢 还是患者要到医院来就诊 有的时候容易误诊 或者还有一些其他皮肤肿瘤等等的可能性 这我是说大多数情况 可能是这样两种情况多见 不一好 就是在香港跟华尔队 num美的设计